公元194年,即东汉星平元年10月之际,曹操抵达了东俄县。 别时,袁绍派遣使者前来游说曹操,意图让曹操将家眷迁禧之夜城以作安顿。 鉴于曹操近期刚失去了衍州的控制权,且军中粮草已尽,他初步倾向于接受袁绍的提议。 然而,承玉却禁言道,莫非将军是临阵退缩,否则何以如此轻易动摇? 袁绍虽有吞并四海之志,但其制掠不足以支撑其野心。 将军扪心自问,甘愿屈居其下吗? 将军,您如龙虎般勇猛,岂能成为他人麾下的寒信、彭越之流。 线下眼周虽遭重创,但仍有三成在您掌握之中,可战之兵尚存万语,加之将军您的智谋无勇,以及寻遇与我等众人的辅佐,我们齐心协力,定能开创一番霸业。 旺将军三思而后行,听罢此言,曹操遂打消了先前的念头。 徐州执主陶谦并入高荒,临终前对别价来自东海的弥竹说道, 唯有刘备,方能确保徐州安宁无余。 陶谦此事后,弥竹率领徐州上下,恭迎刘备接管。 刘备却谦逊推辞道,袁绍近在寿春,诸位何不将徐州托付于他。 此时,典农校尉下批人陈等反驳说,袁绍骄横奢侈,绝非乱世中可以众的君主。 我等愿为工具集十万步骑之众,尚可辅佐朝廷,解救苍生,下可自立一方,守护疆土。 若公不纳此意,我等一难从命于另择他主。 接着,北海国相孔荣也加入劝说,袁绍飞但无忧国忧民之心,仅凭祖上语音,不足挂齿。 今时今日,乃民心所向,择贤而逝。 此天赐良机,一旦错失,毁之完矣。 最终,刘备被众人诚意所动,应远了请求,兼任徐州牧之职。 昔日,孙坚迎娶了来自前堂的吴氏女子为妻,二人育有四子,即孙策、孙权、孙毅、孙医、孙匡,以及一位女儿。 孙坚常年在外征战沙场,故将家眷安置于寿春。 孙策自少年时期,约末师多岁起,便展现出非凡的交际才能,与当地名士广结善缘。 同岁的书县才俊周瑜,意识英姿勃发,年少有为,闻孙策之名,特地从书县赶来相见,二人相见恨晚,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 周瑜力劝孙策,迁居书县,孙策欣然应允,随后周瑜慷慨地将自家临近大道的一所宽敞宅邸邸赠,赠予孙策居住。 不仅如此,周瑜还亲自拜访了孙策的母亲,两家关系因此更加亲密无间,互相扶持。 当孙策死时,孙策年仅17岁,他毅然承担起家族重任,将父亲的遗体护送回故乡,取额安葬。 葬礼之后,孙策横渡长江,玉居江都,广泛结交,四方英雄豪杰,是要为父报仇血恨,展现出非凡的志向与决心。 会计出身的丹阳郡,太守周新,与袁树之间存有夙愿,袁树岁上书朝廷,举荐孙策的舅舅武警,兼任丹阳郡,太守一职,并攻打周新,夺取丹阳郡,并任命孙策的堂兄,孙奔为丹阳都尉。 随后,孙策将母亲及弟妹托付给广陵张红,亲自前往寿春念见袁树,含泪臣辞,先父自长沙起兵,讨伐董卓,途中与您于南洋结缘,共谋大业。 燃天不遂人愿,先父壮之未愁。 我铭记您与先父的旧情,愿成复制,继续效忠于您,望您能体察我的全权之心。 袁树对孙策的言谈举止颇为赞赏,但并未立即归还其父旧部,而是提议道,我以为你旧父武警及堂兄孙奔重任于丹阳,丹阳乃兵源风饶之地,你可回去依靠他们之力招募兵马。 于是,孙策与汝南的吕泛吉族中兄弟孙和一道,将母亲接至取额,依托旧父武警的势力,在当地招募兵勇得数百人。 然而,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惊献土豪祖廊的突袭,孙策险些丧命。 随后,他再度造访袁树,袁树虽将孙奸仪留下的一千余名就不交还于孙策,并向朝廷举荐其担任怀疑校尉一职。 期间,孙策麾下一名骑士犯下重罪,逃逆至袁树军营内的马厩中藏匿。 孙策果断派遣不重,直入其藏身之处,将该骑士就地正法。 随后亲自向袁树请罪。 袁树对此表示,军中叛逃之事屡见不鲜,我一身误痛绝,你何须自责。 此后,袁树麾下的将士对孙策更添几分敬畏。 起初,袁树曾许诺让孙策担任九将军太守,但随后却改派丹阳人陈继富人。 极致袁树筹刑划进攻徐州之际,他要求卢将军太守陆康提供三万壶粮食作为军需,却遭到陆康的拒绝。 袁树怒不可遏,遂派遣孙策领兵征讨陆康,并许诺道, 昔日我勿用陈继为九将太守,一直引以为憾。 此番你若能克定陆康,卢将军便真正归属于你。 孙策不复所望,成功攻克卢将军府。 然而,袁树再次食言,转而任命自己的心腹刘勋为卢将军太守,此举令孙策深感,失望与不满。